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只说一个娱乐话题已经够了 顶到三集的份量 由10月26日开始 刘家昌首先在网上爆了千字文 说欣真母子和自己争产的内幕 过了几天欣真也网上回应 然后到今天11月1日时 刘家昌同样是用千字文回应的 所以这一集已经是三篇千字文的文章份量 不过千字文的份量很多 如果真的和大家读完的话 我读45分钟 我都没说话不计我打招呼 时间已经没了 所以我会将三篇文章尽可能浓缩 不过有些我认为有需要分享的细节 都会和大家讲一讲 首先由结论开始讲起 其实刘家昌和欣真 他们暂时这件事都是罗生门 暂时你不会知道 究竟是刘家昌不对 还是欣真真想分散人家的身家 对人家好不好那些 其实全部都不知道 不过唯一知道的是 他们的儿子夹在中间 还要是说 老爸把儿子爆了很多黑材料 不过都是那句 真还是假暂时没办法分辨 跟大家去讲一讲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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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 现在改名叫张立恒 前往北京去处理和前夫刘家昌的官司 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络 一年前我也有与大家说过这个新闻 幸好其后梁慕子报平安 接着到26日 刘家昌在微博发签字文露军 认真无情夺产 甚至批评了他的儿子 叫做不忠不孝不知廉耻 究竟篇文说什么呢 首先他说自己在10月中接受 这个攝护线的手术 总之身体有问题要做手术 一切顺利的 不过他说除了身体上的疼痛 也有心理上的创伤 他说当自己和一个恶魔分手之后 糾纏了自己十几年都不愿意把手 被逼要去面对 他说实话实说 殷珍在江西高院判决你摆数的书你都收到啦 你不要想着走去 法院就会向你追究到底 中国人讲究的是家丑不外扬 尤其是做公众人物的话 更加要自律自爱 刘家昌在文中痛批恩真母子被宠坏 变得贪得无厌 甚至乎是请了北京的大律师 方暴公章遗失和偽造文书 硬走上法律途径 但是他也爆料就说 他也被判断了 恩真就说了 你试着跟你律师商量 打赢了才有律师费 没有人会帮你打官司的 然后刘家昌也说了 原本以为自己赚的钱就够恩真母子用一世 估不到他们为了打官司 已经卖了好几间房子给律师费 形容没有赚钱的人是不会心痛的 只有自己才在心里滴血 甚至他也说 当初自己居然要透过媒体看报纸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儿子由刘子谦改名叫张立恒 见到他在江西法院门前一身肥肿身影的照片令人心酸 一个堂堂的男人可以变得这么不忠不孝 这么不知廉耻 幸好儿子不再选择姓刘 留了少少面纸给自己 刘家昌扬言 会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去找回公道 请大家耐心等待着去看法院的公正裁决 在26日那天晚上 刘子谦发了一张图疑似回应这件事 张图说有个人拉着牛 下面配了一句句子说 我已经把牛牵过来了 你继续吹 因为这是国内的用语 我们形容一个人说大话 我们会说他吹嘘啦 吹大炮啦 但内地就会叫吹牛 所以暗示着 儿子又说爸爸你不要吹牛啦 这样 刘家昌中间签字文有些部分 都想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些比较硬性资料 他就说 欣珍在说所谓的离婚之后 即是1980多年的时候 说就说离婚 但原来在美国仍然是以夫妇的名义去报税 然后他就说 欣珍曾经在2015年就和媒体说过 因为自己倒到就傾家荡产 所以一早在1987年就和自己离婚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 当刘家昌本人提出要离婚的时候 欣珍好像忘记了自己有说过 原来我们在1987年曾经有假离婚这个方言 其实这里就是说什么呢? 欣珍向外声称 其实我们曾经在1987年就离婚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证明出来 然后去到他们在2015年 似乎关系破裂要离婚的时候 你以前说过我们分开过的 我们已经分了 不能说同一个人离婚两次 你中间要再结婚才可以再离婚 他想用这里证明欣珍 其实曾经是说过谈话的 然后再拿来就是说一些税务的东西 如果你说1989年和我离婚 那为什么你一直和美国政府报税 你没有报过你是离婚的呢? 因为报税表那些大家明白了 你一定要去选选你的婚姻状态 例如单身、丧偶、离婚等 这些你都要去选的嘛 然后下面的千字文 他们就在说 就是钱与钱之间的瓜葛和糕分 这些我就不和大家详细说了 因为他们的数字很复杂 就是说完大家转过头都不记得了 然后刘家昌就在10月27日 就是发完闻的第二天 再度发表声明就说 宣布歌曲终止授权创音工作室 以及不让欣珍两母子去管理使用和收版权 就是说我要断你的钱的后路 然后欣珍就沉默了两天 就在29日就在网上首度回应 又是打了一篇1700字的千字文 去痛斥刘家昌烂倒 甚至乎是威胁去断掉个儿子的音乐路 就和大家看看吧 首先他们又就着钱的东西在拗数 就说在2007年的8月 自己就透过转账投资了500万的美金 就在一个叫做龙虎山彭德酒店有限公司 然后就委托了你刘家昌去管理 就形容了 这些钱我真金白银自己出的 但是你就一直跟媒体说 这些是你借回来投资的钱 自己是有银行的流水记录的 至于你刘家昌拿不拿到证据出来呢 你是不是一个有能力还钱的人呢 接着在2010年 他家贫德公司开业之后 经营状况良好 每年自己都有收到年报的 是刘家昌寄给他的 接着在2011年的9月 他就借土地变根之名 从香港就拿走了公司的工章霸占不还 接着还要偽造了恩贞的签名 将董事长就变成为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 刘继成 接着还将刘继成的老婆浓入公司 成为了财务总监和董事 自此之后就变成了他们三个人控制公司 不再发送年报给自己 接着他就说 去到2021年的5月 自己经过多年的努力 终于拿回公司 但是原来那时候 这间公司已经是所有东西卖得就卖 甚至乎是说 背了一条8千万的债务 再加上 收起了公司的工章 以及遣散所有工作人员 接着自己就很惨 接着又要去打官司 打到几里卡拉之后 才能够证明了其他东西 这些太过细节的东西就不说了 因为这些他们说完之后 他们没有任何证明的 好了 他们说完那些钱 一个又说我给了很多钱你 另一个又说不是 我给了很多钱你投资 这些分不了 继续再看看他们互闹的那些说话 恩真就跟刘家昌隔空说 你口口声声就说自己是艺术家 又说自己是老师 还说什么赚钱给家人用 那我就要问一下你了 你这些年赚了什么钱呢? 你的歌曲版权早就以高价卖给自己 你还靠什么来维持收入呢? 接着就说 全世界都知道你士赌如名 有这么多的赌债 自己曾经帮你还过多少 就应该要心中有数 现在你不感恩也算了 还要出口去污蔑人 你还配不配做老师呢? 好了 接着说到儿子的时候 母亲就说 你居然还好意思说可怜自己的儿子 担心他流落街头? 我告诉你 儿子逃脱了你的魔爪生活之后 过得相当之开心 过得相当之幸福 你不是忘记了吗? 当时儿子想着和唱片公司签约 并且发展良好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就说要主导儿子的音乐发展 儿子是不愿意的 但是为了妈妈 即是自己妥协之后 你刘家昌就得寸进尺地操控儿子 当儿子稍微有点不服从你的时候 你就威胁要断了儿子的音乐路 甚至乎还要发闻痛骂儿子的畜生 然后你现在就反过来 假装就说 儿子怎样厌自己啊? 究竟你还配不配做一个父亲呢? 好了 问完这大堆东西的时候 就来到今天 11月1日 刘家昌就发闻去军阿欣真 把儿子中坏了 指儿子在求学阶段的时候 从香港到上海 读书读了不够一个学期 已经是屡租退学 甚至乎是搞到 没有任何一间的学校是愿意收留的 只能够回到台湾 由于儿子未受过教育 他忍不住就骂了 一个小朋友 由小学读到大学要16年时间 然后你居然在众目睽睽的状况之下 带着儿子周围东躲西藏了16年 躲过不同政府的监督和朋友怀疑 究竟你是有多有心机和多懂计算呢? 接着 刘家昌也一一列出自己儿子曾经做过的事 包括撞毁多部的名车 甚至乎在明二成年时 在酒吧痛呕浦东公安局长 露斥欣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廉耻的妈妈 控诉在毫无是非对错的教育观念之下 硬山山摧毁了儿子的前途 因此不顾大家昔日夫妇多年的情分 于是就去揭露这些家族不为人知的丑闻 然后他也表示 当年欣真陪着儿子去北京宣传的时候 这里很过分 我需要自己扭转一下说话和大家说 他就说了 你母子居然就直接在旅馆里面 你作为妈妈 你居然就是帮儿子去叫人过来 然后就是跟儿子去共父无生 他就说了 哇 这件事是令他生气得爆 然后也直斥 这个无知的女人居然是做出这些违反人伦的事情 他也反问就说了 这些究竟是不是一个母亲能够做到的事情呢 他也提醒他了 你在国内干顾一些十八禁服务的时候 不管是你自己需要 还是你帮人找来需要 这也是违法的行为 他就说了 台湾歌手去到内地丢念台湾人的面 接着刘家昌正式公开宣布 会对欣珍进行法律的诉讼 会将自己赢回来的每一分每一毫 会去做公益 好像自己过去在演唱会上所得的全部钱 都会捐给儿童营养午餐和孤儿园 希望学生能够上学 受到应该要受的教育 其实原先的千字文是非常多的 但为何不读呢 因为真是里面那些 去和你计算 30年前我给了你多少钱 然后你的钱又如何去用 然后公司又如何 多少千万卖给人 但又不合乎当时的市价 因为太过涌场了 说这些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那么有兴趣 我自己这样看 其实绝对是罗生门 他们这件事很复杂 不像当年李静雷和王力云 虽然大家都隔空打千字文 但是李静雷不同 李静雷是说 他每次打完千字文之后 他是有照片 他是有证据 他是有其他图片去做作证 所以当时很容易一眼就看到 不就是李静雷 不就是王力云 原来他就是海王 原来他就是周围结交不同的异性朋友 很直白你可以看到哪个对与错 但是 恩真和刘家昌 他们上网吵架还吵架 但是他们任何一张紫本文件 都没有公开过 因为他们那些谈话 其实就很死的 因为你说的 究竟我们1980年有没有离婚 如果有离婚 其实一定会有官方文件 一定会有官方记录 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没人敢 去拿相关证明出来 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来说 你只要能够证实到哪个错的时候 第一步你证实到 至于之后的事大家都会倾向信你 但是暂时他们全部都是在打拳头交 谁对谁错是完全不会知道的 而且他们这种一定是要放上法庭才能够证实到的 毕竟你说 说美国报税 你不要说美国 你任何一个地方 他们税局的权力都很大 如果你真的说谈话的话 你不要说究竟法庭会判给谁赢 别人税局都会过来找你 还有报税表这些没得骗的 你真的想着在报税表上骗人的话 你可以准备坐牢 就算你是天皇巨星也好 你80岁也好 刚刚做完手术也好 你将税表 即是你是故意为了谈话 令到自己受益给少些税 是一定要坐牢的 所以这些是只有法庭才有权力 可以咨询到相关文件去做判决 再不是的 难道你放上微博就算数吗 你放上微博这些这么重要 和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有关的 那些人都担心你会改图 对不对 还有他们中间有说过 很多不同公司的交易记录 流水账 你最好就放上微博 因为有某些交易记录 我估计如果有些记者是属内地的话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好像香港那样 不是所有记录都一定是大家找不到的 例如说 你可以透过一些行为 例如股价 你可以猜到 究竟我楼下的单位大概值多少钱 甚至你可以追回年份去看 例如说 究竟2019年的时候 银行股价多少钱 甚至乎 好像是有些机构能够查得回 原来这个单位 什么时候已经交收了 给谁谁买了 这些全部都查得到 但是真是很奇怪 暂时未有记者做事 可能是资讯量太大 还是不知怎样 至于你说去报告 儿子有没有读书 这一件事 其实就真的很疯狂 如果一个妈妈 真的可以令儿子 16年都没有读书 我觉得 其实一定是 普通人会能够看到分别 我这样说 在我那个年代 你当是十年前 一个人有读大学 和没有读大学 你是看得出的 你可以在他的研谈当中 即是你现在去看那些28岁的人 你和他闲谈几句 吃餐饭 大家交流一下 你已经可以猜到 那个人有没有读大学 因为教育程度 那个思维 那个口才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说 16年没有读过书的人 很难想象 究竟他会是 即是 那个表现是怎样的 不过 香港其实真的 发生过类似的事 曾经就是说 有一个小女孩 她父母 好像是为了省钱 还是不知怎样的 那个女孩 明明都好像九岁了 都还没送她去读小学 因为正常你六岁 还是七岁 已经要读小学 结果 搞到整个人生 拖慢了四到五年 然后最后 是由社工揭发了报警 然后 把爸爸 好像 我忘了有没有捕她 但总之 有个应急措施 就是说 把小女孩 送去小学 那里读书 然后她小六毕业 那时候 都比起其他童年人 明显是大了三四年 因为这种状况 在香港来说 那个监护人的爸爸是犯法的 不论是香港 你说在美国 英国 台湾 国内 这些你捉到 父母是一定要坐牢的 还有我刚才说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我会说得那么清楚呢 不是因为我上网做了什么 功课搜集 而是说 因为当年的小女孩 是我以前的朋友 所以 我比较清楚这件事 当然 现在女孩都去到二十多岁 正正常常的生活 只不过 如果你说 因真的带着孩子 周围去的话 那确实是有可能 十六年都不用读书 为什么这样说呢 例如说 井仔现在想读书 我去报港大 报过护士课程的话 人家就要看我学历 就要看我毕业证书 要看你有没有联络 你够不够资格来读 要看我DSE成绩表 其实是说 你要去申报 又或者你要去报名 你要跟政府去拿些东西的时候 你才需要去递交你的学历纪录 但是 如果你这一世都不找工的 这一世都不进修 不去报其他学府的话 其实人家是不会 无缘无故去问你拿学历的 而且你这些 会周围去的人 别人就会觉得 可能你小学四年班的年龄来到香港 那大家就会觉得 你曾经在其他地方 读完小一小二小三 你又不是去报名学校的话 别人就不会叫你拿学历证明 而且你不是长期住在一个地方 就不会有那么多社工 那些永久关注你 你是周围飞周围走的人 别人都不会太理你 因为都知道你家庭环境入患可以 诸如此类那些 所以周围飞 然后可以让儿子周围不读书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 去到爸爸去爆料就是说 你妈妈帮你找义性和你共父无生 我觉得有点夸张 第一 这些这么羞恥的事情 就算真的有发生也好 你最多就只局限在妈妈和儿子 大家知道就算了 就是做人会有廉恥的 你不会将这些东西到处乱和别人说的 更何况就是说 如果那时候大家母子关系不好的时候 那我的爸爸又怎样会知道呢 至于他之后也都再爆料 就说 儿子的内衣服都是妈妈帮他买的 我觉得 你说买内衣服这件事 就相对可以接受的 因为 在我眼中这一购物 就不是说什么很特别的事 而你始终就是说 上淘宝按键 什么货都送到过来 就算是女性的内衣服 我也是按键就送到过来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你要买什么内衣服 可能你一个男性去女性的内衣店买 谁人都觉得古怪 但如果现在网上购物那么方便 按键 三副鞋物都下来 有时候顺便帮孩子买内衣服 在这个时代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说到最后 虽然刘家昌说明 他一定会打官司 枉死女打的 但我觉得 可能最后这件事 未必会放上法庭 因为我个人来说 我看完文章之后 我发现似乎两个人 都不是那么完美无瑕那种 特别是说在钱银上 道德上可能有些瑕疵 这个是不犯法的 但是在钱银上 有些不干净的地方 等于骗当地政府 这是必然犯法的 例如说 究竟欣珍他的报税 是不是有说谎呢 还有 刘家昌他的钱 例如说卖完公司的钱 是真的突然消失了 下了价 还是说去了其他地方呢 因为 今次也是那句 你不像王力云李静雷 你证明了 原来王力云是个渣男 他是一个很喜欢说谎的人 那就可以代表 李静雷完全没有错 不是的 因为可以你又逃税 我又有逃税的话 那大家一起逃税 那大家都不希望 把所有的银行财政记录 放上法庭 因为到时随时按中按 就会被人问 就是说 咦 为什么你的记录 全部都对不完 你只得这一部分的记录 对得上 但你其他那些钱 又怎样得来呢 答不了 那他们可能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有些黑历史 特别是说这些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就已经发家自负的人 究竟他们的税务记录 究竟他们的缴交费用的记录 是不是真的这么干净 是不是真的永远没有违法呢 这个大家可以想想 通常在这些金钱 税务记录上 没有犯法的 永远就是我们这些基层家庭 因为我们不会做生意 我们不会做生意 我们赚回来的钱 全部都是来自于老板的 所有钱都是有记录的 即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你想想想 可能你只是供养父母的免税额 又或者你照顾小朋友的免税额 都已经盖过你所有东西的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花心思 把钱冬朵西藏 你直接写出来 就完成了 是不是 因为你会知道 我扣了父母的免税额 我根本一元都不用交 你也不需要搞那么多东西 但是他们那些 这里开公司也说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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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版权税收也不知多少钱 这里开演唱会 儿子也不知去拍片 去唱歌 他们那些资料一定很混乱 甚至乎我觉得 可能乱到就是 他们只是敢去打 即是离婚的官司 如何去分身家 但是也不敢去控告 就是说他涉嫌涂税 他涉嫌门税 他涉嫌怎样怎样的这件事 总之他们这些事 就乱七八糟 暂时都没有任何一个定论 今集大家听下去 可能都会觉得有点乱 希望各位观众就不要介意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就待会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